今天还是供热公司给小区居民停暖的第二天 不管什么理由停暖 要抓紧时间恢复供暖 现在这个关键时期停止供暖 是在对八九千人供暖入户人群底线的挑战 是交取暖费去 今年拖到现在才交 是因为换了新的控制公司 之前交费卡不好使 我得去问个呼号 问完了在网上就可以交了 一共交了五千四百四十六 你们家取暖费交多少呢 这个吃吃待这个网上去弄炒着 看看还有多少钱哈 就是待这个熊货交费里边 然后一个人吃费 看看哈 他生了六比零三的这种 这是他们公信完 然后交费记录 这是12月45号 我对象成了一千块钱 然后这个12月2号 然后又成了二百块钱 因为这边还有点钱 当时他生了一千二百块钱 对于我 他就打一千二 到现在截止 今天是六号 二十一天 少了将近 他生了六比 稍累将近六比 消息是咋的 每天假设是正常烧四个 现在他就是六个弄不动 三点都不烧 他不烧 一天就少了两点 少了两点好 他烧好没 这个楼哪下来 他能这个 都不会烧 对 那个说这话好像也就是三天吧 三天左右 就是五天 看看这个供热公司 这个储存煤的地方 这个大库房真大 煤都没了 看看这煤 全是面子 这他们能烧热疗 这叫害人呐 坑人呐 回去吧 再等个三两天 看看结果吧 零下26度 供暖公司说自己亏不起了 初通知要停止供暖 居民们怎么度过寒冬呢 黑龙江省鹤岗市 保全岭地区的一家供暖公司 在1月3号突然发了一个通知 说要停止供热 这样鹤岗的居民不知所措 零下26度不够暖 可不是闹着玩的 涉事的成名供暖公司表示 从去年开始煤炭价格暴涨 公司就曾多次向鹤岗市 保全岭圆区办等有关主管部门 申请调价或补贴 但始终没有答复 公司去年赔了七八百万 现在实在是没钱可赔 也无法再继续供热了 将会在1月5号8点开始限热 直到停热 据上述区域居民反映 目前小区的室内温度 已经明显下降 部分楼洞室温只有十来度 那东北的冬天得有多冷 在停暖通知发出之后 涉及被停热的小区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 当地社区得知此事以后 针对此事发布通知 表示 成名供热站在小区张贴的紧急限热停热通知 是这个企业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 相关政府部门已介入调查 约谈了该供热站的负责人 要求其纠正错误挽回影响 否则将追究其责任 请居民放心 不会发生供热站不与供热现象 约谈一事 记者在相关社区得到答复 表示 政府部门已经约谈了供热站 应该不会停止供热了 目前看来 至少这个冬天 当地居民的供热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还有明年呢 约谈内容是什么 相关部门没有透露 是提价还是给出补贴 如果确实如通告所说 亏了七八百万 多次向相关部门求助得不到答复 那么说出通告是该企业 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也不尽然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一年亏损七八百万 资金无以为计 拿什么买煤炭 摆在面前的就三条路 要么涨价 要么补贴 要么人家不干了 亏了 7000